好 年輕20歲的李志凱 第一次前進到奧運的大舞台 緊張跟期待的心情可想而知 尤其原本教練團對他設定 是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 等於有一點是提早實踐的奧運夢想 這個同時他也被稱讚是 中華隊新的體操一哥 我李志凱對這個頭銜直呼不敢當 因為自己場上場外 都還有很多地方要多多學習 我覺得還是需要努力 因為畢竟也是剛成而已 也是從學長身上學習很多經驗 不管在練習或是在比賽當中 或是在帶領學弟或是跟同學當中 也一直在跟學長學習這經驗 雖然說是把棒子把重擔交到我身上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先以專心練習為主 畢竟這個重擔我想 接下來還是會有下一個人會接棒 李志凱所說的是他獲得媒體粉絲們稱讚 要接棒調環好手陳之余 成為國內的體操一哥 而阿凱的謙虛不是沒有道理 阿信教練對於今年才二十歲 李志凱的奪牌設定 是在二零二零年的東京奧運 他小時候就是我們一把拉大 所以我們在技術訓練上面的 基本功是非常紮實的 因為我們總知道這個小朋友 他對訓練是很熱忱的 所以我們在訓練當中 他是最刻苦的 他大概都在七點多才會離開的 所以他這個時間一拉長到 最後高國高中 我們就看他的潛能已經上來了 在全能在十七八歲 就達到八十二八十三分以上 我們就知道他潛能可能會已經超前了 所以到他十八二十二十九 二十歲左右 他就已經到八十四八十五中間 就已經跟奧運門檻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大概設定說 他可能會超前 結果在這次巴西奧運測試賽 他就有達到八十二點多 就是最低的門檻 他按馬是有特色的 他的特色就是 用湯瑪斯為主的一個特別的動作 當然在台灣是比較弱小的 比較小的一個運動國家 所以我們要到奧運會去拿牌 或曾成瑜進決賽 我們必須要有耀眼的動作 就像街舞的或者是有律動高一點 或者可看性高一點都安排在按馬上面 所以我們大概全部的動作都把它編配到 可以高分又可以耀眼 然後看起來又覺得很很很亢奮的一些動作技巧在上面 不管有沒有進入決賽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成長 往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2017到2020年的奧運會 可能就是他是巔峰期 以早實踐的奧運夢想 新科台灣體操一個李志凱 期待讓更多人可以認識競技體操 也認識更多像他一樣 翻滾男孩的夢想 在奧運的殿堂更成長茁壯 接下來繼續黃瑞宏 黃化軍專題報導 好 看完李志凱的備戰 還有心情分享 比較可惜的是 他在七月初練習的時候 右腳受傷 包括了筋骨骨裂 以及右腳踝韌帶的撕裂 其中骨裂的地方 還用鋼釘來固定 經過跟教練團的討論 決定要放棄全能的項目 專攻他擅長的安瑪 也祝福李志凱前進巴西里約 除了照顧身體健康之外 也可以在人生第一回的奧運舞台 展現最佳的身手 以上是這一集奧運體操的專題